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间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呢 原来这个店的名字应该独作行行行 意思是说呢这是一间无论做哪一种行业都能做得好的店铺 前面两个行字呢都是行业的意思 第三个行是可以能干的意思 第三个行是可以能干的意思 最后一个行是对某些营业机构的称呼 比如说银行 好了同学你会读了吗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多音字都有不同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明白每个读音的意思 这样才能在生活和学习中正确的使用多音字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多音字吧 那么多音字是什么呢 它就是是指在不同的意义时 比如说在不同的词语或句子中 有不同的读音的汉字 多音多音字呢占多音字的绝大多数 好了我们下面具体来看几个例子吧 首先我们从这个字入手 它有两个读音 圣和成 那么我们怎样来区分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吧 圣老师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并且呢帮我成饭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区分开了 成表示一个动作 圣可以表示一个姓氏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词 这个词呢既念称又念仓 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人衣着寒称 语言仓俗 好了你会区分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组多音字 这个还有两个音 创一声的和创四声的 勇于创造的人 难免会遭受创伤 我们来看一下 创造就是四声的创 创伤就是一声的创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字 伯和百 我是他的大伯 不是他的大摆子 现在你会区分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组 看和看这两个读音 你会区分吗 看守大门的保安 也很喜欢看小说 我们通常用到的 看的读音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看见了什么东西 我爱看书 看电视等等等等 都是四声的看 看守呢 在这里是一声的 你会区分了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 行行 这两个怎么区分呢 当我们在说银行的时候 它是行的读音 行就是发行 就是行的读音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句子 银行发行股票 报纸刊登行情 我们发现了 在读行的时候 一般是名词稍微多一些 而在读行的时候 一般通常指的是动作 好了 你会区分了吗 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吧 你能给下列 划线字选择正确的读音吗 我们一起来看 冠冕堂皇 行动不便 可恶 干净 西藏 调查 没收 降落 好了 同学们 这些呢 全部都是多音字 如果你课下有时间的话 你也把其他的这些读音 你也来祖词葬句吧 一定要学会掌握他们 行了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吧 今天呢 我们主要从下面几个字 来讲解了一下 多音多音字的区分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 盛情 成范 盛老师盛情的邀请着我 并且还帮我成范 称 寒称 仓俗 他衣着寒称 语言 仓俗 创造和创伤 善于创造的人 一般都会受到创伤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几个 薄和柏 大薄 大柏子 我是他的大柏 不是他的大柏子 看守 看见 看守门卫 也喜欢 看小说 行 银行 行 发行 银行 发行 股票 好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你学会了吗 下次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咫嚣